大家好,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产品是加贺纤维 在和大家分享以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膳食纤维的意思 膳食纤维是存在于植物中不能被人体消化吸收的物质 但它却对身体具有诸多的保健功效 对消化系统的健康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膳食纤维的类型有很多种,主要可分为两大类 那就是水溶性膳食纤维和非水溶性膳食纤维 水溶性膳食纤维的主要来源有水果、蔬菜、大豆和燕麦等 它在水中会被分解、吸水后膨胀、提供饱足感 因此可帮助体重控制、减少血液中的胆固存水平 调节血糖、充饿降低心脏病的风险、改善糖尿病等 非水溶性膳食纤维的主要来源有全麦骨类食品、全麦面包、坚果类、水果和蔬菜等 它们无法溶解于水中 通过体内食会吸收水分 增加粪便的体积和柔软性 并且加快粪便、运送的速度 可帮助预防便秘、降低大肠癌的风险 水溶性和非水溶性膳食纤维都很重要 不可相互取代 近年来 膳食纤维被称为是糖类、脂肪、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之外的第六大营养素 是人类维持生命和健康成长首须的六大营养素之一 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发现 纤维对人体非常重要 许多世界性的饮食协会及美国FDA 也建议每个成年人的总膳食纤维摄取量为每日的25到30公克 由此可见 在人们的饮食当中补充膳食纤维已成为当务之极的事 那什么是加荷纤维呢 加荷纤维富含了水溶性和非水溶性膳食纤维 磷脂、维他命及矿物质等成分 每一包就含有了约4公克的优质膳食纤维 让您可以轻松地补充每日所需的膳食纤维 此外 我们在配方上更加精进升级 添加了膳食纤维 南消化麦芽糊精 对于调节肠道的生理机能有很大的帮助 同时热量更低 更好冲泡 南消化麦芽糊精这个成分 分别获得了美国药物食品管理局 FDA的大众安全健康食品认证 和日本政府特定保健用食品素材的认定 此外 他也获得了调整肠胃机能 调节血糖 降低血清党固醇 以及降低酸酸甘油脂的四项认证 南消化麦芽糊精 更获得了日本健康 营养食品协会认定的殊荣 摄取加荷纤维的可以带来非常多的好处 特别是在调理肠道机能方面 加荷纤维中的膳食纤维 可刺激肠道的蠕动 促进排便 有效的预防及改善便秘问题 通过肠道废物的清除 加荷纤维可减少废物及毒素停留在肠道的时间 从而降低罹患肠癌的风险 此外 加荷纤维也有助于控制血糖 加荷纤维中的散食纤维能改善体内糖的代谢 延晚进食后血糖上升的速度 进而达到控制血糖 预防各种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 第三 加荷纤维能够帮助降低血清胆固存 加荷纤维中的水溶性膳食纤维 在肠道发酵的过程中 能吸附并结合肠道中的胆固存 胆酸及其他有害物质 水分便排出体外 减少胆固存被人体吸收 帮助降低血脂和血胆固存 进而减少罹患动脉硬化 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除此之外 加荷纤维也能够帮助降低三酸肝油脂 当人体长期处于高三酸肝油脂的状态下 血液会过于粘稠 增加了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加荷纤维中的散食纤维 能改善体内三酸肝油脂的代谢 使三酸肝油脂的指数 维持在健康的水平 加荷纤维也可以帮助改善 十二指肠溃疡的情况 研究说明了 膳食纤维可以增加食物的粘稠度 减少十二指肠内分泌物和胃酸的分泌 并且能综合胃酸 保护十二指肠粘膜 从而改善及减少十二指肠溃疡的发生机率 加荷纤维对于维持肠道健康 提升免疫能力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有高达70%的人体免疫系统 不建于肠道中 因此肠道要健康 人体的免疫力才会好 足够的膳食纤维 也就是一天25到30公克的摄取 才可以打造良好的抑菌生存环境 促进肠道内有抑菌的生长 增进肠道健康 及提升免疫能力 此外 膳食纤维和体重有着切割不开的关系 膳食纤维在进入人体以后 会使食物缓慢地经过消化道 延长食物消化及胃排空的时间 因此会让人有饱足感 不会感觉饿 进而减少破量食品的摄入 饭前使用加荷纤维 可以增加保护感 自然地减少对高热量的摄取 从而达到健康控制体重的功效 还要如何来使用加荷纤维呢 一包的加荷纤维提供约4公克的膳食纤维 大家每一天可随个人的需求 使用3包到4包 只要将300ml的水 配于一包加荷纤维 若再搭配加荷营养蛋白素和微体件 就可以提供您一天完整的营养所需 要建立一个健全的肠胃和消化道机能 建议您搭配有益菌一同食用 给予您的身体全方位的照顾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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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